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 25号至26号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汤 将赴美国参加亚台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 期间中美商务部长将会面 针对美西方发布的相关报告称 有中国黑客组织发起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中国外交部表示 该报告证据链严重缺失 极不专业 美国才是黑客帝国 美国务院批准向乌出售一套地空导弹系统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称 乌正未获得F-16战机做准备 俄方称F-16战机将成为莫斯科合法打击目标 俄白签署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文件 俄防长称战术核武器控制权属于俄方 美国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宣布参加竞选下届总统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两人曾是政治盟友